好 更多的選舉的焦點 我們隨時為您做最新的掌握插播報導 接下來我們來視訊連線大謙哥 大謙哥早安 是 秀秀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 是 大謙哥要跟您來請教 也跟觀眾朋友一起來 聊的焦點就是呢 去年朝野黨團的協商110年度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時候 當時農委會就被抓包 防治非洲豬瘟項目 夾帶了8000多萬這麼多的宣傳費 而因為呢通過了主決議 所以110年度開始 各個部會的媒體宣導費用 都需要名列 不過問題來了 111年度 中央政府編列的媒體宣導經費 一共11億1529萬 其中農委會光是這個部分 只有1億4971萬元 高居各個部會的冠軍 遭到各界的議論 這個錢為什麼砸這麼多呢 有沒有浪費大家辛辛苦苦 納稅的血汗錢 這個工糖是醬花醬砸的嗎 大清哥怎麼看 是我想 農委會他原本就是一個 1450的慣犯 就是當時1450會爆發 農委會就是始作俑者 那麼從1450這個事件爆發之後 顯然民進黨是實隨滋味 他發現 網軍使用起來非常的得心應手 那麼能夠 隨時擊殺毀滅他的對手 因此民進黨沒有在這件事情上做任何的改變 反而變本加厲的增加了更多的預算 用國家來養自己的網軍 那麼很顯然的在這一次的總預算審查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大家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 剛才秀秀問我說這11億 或者是農委會的這些錢究竟要怎麼用 坦白講這些錢大概可以用在兩個方面 而且說實話還蠻好用的 就是第一他可以用在哪裡的 就可以用在傳統媒體方面 所以所謂的傳統媒體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幾乎只有一種顏色 一種聲音的一個媒體生態環境 這些媒體也要仰賴政府資源給他們的支柱 否則他們怎麼甘心做政府的打手 甘心做政府的 這個鷹犬 那麼所以政府當然就會在編列 這個什麼相關的政策宣導費用的時候 利用這樣的一個明目 給這些媒體提供足夠的資源 輸送足夠的利益 那麼這是第一 第二當然就是 現在他們在進行媒體的 這個編列預算的時候 他們也會提到有關於網際網路的 這個數位平台的宣傳費用 那麼這個費用當然就是包給了民進黨 這個熟悉的網軍所成立的公關公司 那這是民進黨長期以來 網軍一直運作的模式 就打選戰的時候 大家都到了競選總部 可是選完之後 他們就會把人分成兩批 一批就安插進入了政府各個部門 就類似像我們看到的 這個什麼公路總局 的這種約聘僱人員這種職位 那麼安插在各個部門裡頭 那麼發揮不同的角色 那麼另外一批人馬 他們就直接出去成立了公關公司 所以這幾年其實 如果大家查一下 比較有名的幾個 接政府標案的公關公司 其實背後跟民進黨 政治人物跟政府都有非常密切的關聯 所以要養這些公關公司的話 那麼當然 你不可能叫這些公關公司 去接什麼企業界的案子 那只有用政府的資源來支撐他們 所以這種平時藏兵愚民 然後用國家來養自己部隊的做法 就是民進黨現在操作網軍 一個最明顯的模式 好的確這個民進黨養網軍 這樣的政府拿大家的納稅錢 在養他自己的網軍 這樣子到底合不合理 有沒有這樣的行為 當然後續有待追蹤 當然同步我們要來 跟大清哥來聊聊了 馬上就要過年了 但是我們的政府 有沒有在關心我們的弱勢 有沒有在關心我們真正 社會上需要幫助的角落的民眾呢 先來看看南投縣 這位12歲的小女童 她家中有一共6個兄弟姐妹喔 包含了爸爸媽媽一家8口 8個人全部擠在 非常破爛的房間裡頭 媽媽現在是剛生產完 在家裡面坐月子 暫時都沒有辦法工作 所以全家非常非常辛苦 8個人擠在破破爛爛的小房子裡頭 好 只靠父親打零鉤來維生 最近天氣又很濕冷嗎 好 接下來要過年了 我們的政府卻完全 是不是沒有在關心這些 真的社會上需要幫助的 弱勢角落的民眾呢 大清哥怎麼分析 是的 我看到了南投縣的這個故事 其實也非常的心酸 我相信所有的觀眾朋友 如果進一步的瞭解 他們的狀況 也會高度的同情 但是我相信南投縣的這位小妹妹 他們家所面臨的狀況 絕對不是台灣唯一的案例 事實上在台灣的很多角落裡 存在著成千上萬這樣的案例 存在著成千上萬這樣的家庭 他們需要政府的援助 需要社會的關心 那麼這些案例可以讓我們反映 出來一件事情 當大家看到我們台灣的股市 不斷的往上飆高 當大家看到民進黨 不斷的對外炫耀說 這是台灣經濟有史以來最好的時刻 當大家看到很多在旁邊敲邊鼓的 這些號稱學者專家的人 不斷的在宣稱我們的出口 在創新高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看到 台灣的貧富差距也創了歷史新高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貧富差距的問題 在台灣當前的社會是貧者越貧 負者越負 所以所有的經濟成長的紅利 並沒有平均的分配到每一個人民的身上 那麼甚至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民眾 是根本沒有辦法分享到 經濟成長的紅利 我們看到股市上漲的這些紅利 恐怕也是真正讓這些大戶獲利 而不見得讓很多 在台灣基層的民眾得到任何的好處 所以我們看到經濟的數字越來越漂亮 股市的指數越來越高 但是台灣還有很大一部分的民眾 他們的生活卻是非常的困苦 所以蔡英文不斷的在強調 要成立社會安全網 我在想其實如果真的有社會安全網 南投縣這位小妹妹的情況 早就會被社會安全網接住了 但是往往民進黨的這些 漂亮的文青的語惠 只是掛在嘴邊而已 從來沒有看到他們做任何的落實 台灣需要把貧富差距問題 徹底的來做一個解決 台灣需要翻轉這些在基層底層 庶民的生活 跟他們的這個目前的狀況 更重要的是 台灣需要有一套真正完整的 社會安全的制度 這個有足夠的社會工作的人員 讓很多在底層面臨生活困苦的 這些民眾 他們的困境能夠被政府提供事實的援助 所以南投的這位小妹妹的案例 不是唯一的案例 但是他卻反映了很大一部分 基層底層民眾的生活現狀 我不曉得蔡英文跟賴清德 他們會不會看到 賴清德關注到了這位小妹妹 可是蔡英文跟賴清德 跟民進黨的這些大官們 有沒有關注到 其實在台灣社會裡頭 還有成千上萬的 這樣小妹妹的家庭 現在顯然看到的是沒有 他們關注的只是林靖怡 只是林常佐 所以林靖怡跟林常佐 顯然在他們的心目中 比台灣基層庶民現在面臨的生活困境更為重要 好的 非常感謝大千哥 的確我們的政府到底有沒有真正在關心 更多更多像這樣的 小六的女童這樣陳情形 這樣的案例 在我們台灣社會的角落 多少人需要援助 還是他真的只關心 林靖怡跟林常佐呢 有待思考 也非常感謝大千哥的分析 感謝 緊張 我們所有典家園 來 Explor Wise hospitality Athletic 比较 尷尬 因為